佛光山今天早上是出面來證實 星雲大師是在午後下午的五點 在傳燈樓來離世 享其年97歲 那今天早上 其實在大雄寶殿這邊 也聚集了上千名的子弟 是來這邊常跪 那現場的氣氛瀰漫不捨 但聽一段稍早訪問 師父親安詳 師父也經常勉勵我們 為教爭光 為己爭榮 我們除了感謝師父的恩徒之外 更要以紅髮立身 這樣才不會辜負 好 那星雲大師在眾子弟的佛生中 來離世功德是相當的圓滿 那靈堂的佈置呢 也可以看到百滿大師 一直以來的點點滴滴 那出家時間將近85個年頭 不僅讓眾子弟是相當的不捨 外界甚至是政壇大佬呢 也都紛紛前來吊咽致意 那大師的法體神龕呢 也將擺放七天 讓大家能夠前來緬懷